1718中6的小巧MC第31题 有一伙炮弹从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沿水平投窄 即是说现在地球上高有个山 跟着山上高丢个炮弹出来 山上高丢个炮弹出来 这个1kg的炮弹山距离地面的高度是800-400米 这个山的高度 现在最后这个波居然回回原本位置 因为它是进行圆周运动 它做什么能够进行圆周运动 因为它的速度够好 因为它的速度如果是刚好 是这个数的时候 根据我们的公式指 圆周运动速度 只要你的速度刚好 符合这个要求 就会令到那个物件 就会在圆周运动 现在想问什么呢 就是请问你的速度是多少 即是说现在正正的就是圆周运动速度 那你就会很奇怪了 这个第一个方法 就是代回公式 但我想问你 这个题目没有提供鼻头的MAS 没有提供鼻头的MAS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三个字 照它收拾它就很开心了 这个是考同学另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呢 就是它呢 我首先写出来 这个是考同学这一样东西 这个是港道明会考的 我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做什么 各位同学 这个 就是地球的半径 这个就是地球的半径 R是地球的半径 这个是地球的半径 这个是地球的半径 10的6次 加那个8 8 4 8 行不行 留意 很多学生 这里会给你音乐 这里 是需要2次方 这里是没有2次方 好了 再簡單一點 計算是6.37乘10的6次 抽了一個出來 開方9.81 開方1除以6.37乘10的6次 加8.8.48 有沒有同學試過 7,900 應該是7,900 MS-1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C 這題是C